嘿 我是小船 这期影片的主题是 一般人到达财富自由之前必须要度过的三道坎 你也可以理解为只要走好这三步 其实所有普通人都有机会可以达到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对于很多人来说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首先在一开始我们来说一下 财富自由到底是什么定义呢 其实最直接的理解方式是 当你的被动收入能够cover掉自己每日的支出的时候 你就属于财富自由的境界了 但是尚貌似所有无论是大富豪的人 还是一些看似比较有钱 开着兰博基尼 或者是生活比较宽裕的人都声称自己财富自由了 那些人是在骗人还是博眼球呢 结论就是其实未必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他们没有理解 到达财富自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境界和寓意 而在我看来它有两个境界吧 第一个境界是 真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富豪的有钱人 第二种则是普通人目前可能最向往的 财富自由的FIRE族 FIRE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它应该是欧美那边先传过来的价值观 它的拼写扩展来看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的意思 这到底又是怎样的形态呢 就是说不上是富豪 但是还是手头比较有现金的人 例如他们手头可能会有个50万美金 然后透过投资理财 每年获取4%以上的回报 但4%已经是很少的案例了 如果你会投资理财 那甚至可以拿到7%以上 那假设能拿到4%这个回报 这样的话每年下来 能够获得2万美金的被动收入 换算到每月的话 就将近是1700美金的被动收入了 如果每个月都有1700美金的被动收入 就真的能够减轻 绝大部分的经济压力了 就让你基本没有压力的 可以平衡好生活和工作 而如果你觉得1700美金 这个生活费不够的话 那你甚至可以为自己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再赚一点零花钱那样 而这个时候你的生活状态 就再也不是看钱这么简单 而是你对于生活的憧憬 和人生冤枉的实现了 所以基本上来看 从劳动当中得到解放 不用再去上班 真正的可以追求生活质量的时候 其实从第二种的 FIRE族的财富自由 这可以开始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 无论是第一种的大富豪 还是第二种的 从劳动型当中逃脱出来的FIRE族 都很艰难 当然成为大富豪是一个非常艰难 非常难以复制方法论的道路 但现实就是 只要遵循以下要说的三个步骤 其实谁都可以朝着FIRE族 这一条道路发展的 以我自己来举例子吧 我自己真的是一个 没有特别高追求的人 什么叫高追求 就例如创业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产品 改变全世界人类的价值观 改变生活形式 我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相信 大部分人也是不想自己的人生使命感这么强 不想要做富豪 只想要加油做一个小有钱族 现实还是想要奔着 普通有钱自由人生的方向进行的 所以这期影片想要说一说 本来就没有名声 也没有启动资金的普通人 到底怎样做才能够更加高效的实现财富自由呢 那我们先从第一点说起 第一点我的建议就是 你必须要选择一个被注目的朝阳行业 这个貌似是理所当然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 我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 大家知道了 其实2020年的上半年 在YouTube市场 最赚钱的领域是什么呢 好了不用猜了 最赚钱领域就是投资理财系列 因为之前美股经历了多次的熔断 股票投资理财领域成为了今年长期被热议和被关注的话题 所以观众的视线都在这个地方 观众视线在哪 商机就在哪 而各种券商会在这种领域当中 砸钱投广告 然后找KOL做联盟推广 然后投资理财领域的KOL 他们可以出一些投资理财课程 据我所知 在那段时间也是销量飙升的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肉眼能够看得到 也有这些领域的朋友亲口跟我说过 所以这个时候你做其他的领域 也很难比做投资理财领域频道更赚钱 因为这个领域是当时最受瞩目 并且有资金在里面真实流通的 所以结论就是 你必须要选择一个 备受注目的朝阳市场 当你的主战场 即便你花费了同样的努力和精力 你选择了朝阳行业和选择了其他 赚到的钱的额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做其他的内容 例如做其他教育类也好 做美食也好 做饭娱乐也好 和做投资理财那种比 那肯定是投资更赚钱 所以普通人到底能否步入 财富自由的第一步 甚至可以称之为基础的原则 就是你一定要看懂时代的趋势 如果你是做内容创业的话 那就更加需要 懂得如何在网络上找好定位 做好行销 做好行销为什么这么重要 很多人还没有理解到行销到底是什么 威力是什么 为什么做好行销那么重要呢 因为行销的本质就是赚钱 这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 ROI的赚钱方式 换言之就是让你轻松的赚钱 特别是我们华人教育 一直来跟我们说的 就是努力就一定会得到回报 这个当然是这样了 但是本质问题在于 如果你在一个 一定要比99%的人都努力 才能获得回报的地方 努力的话 那你就得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选择了一个红海市场 如果现在的你想一想觉得好像就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违背了行销的本质 因为行销的本质 就是尽量的让你处于一个能够轻松赚钱的环境 而从刚才的案例 其实也可以知道 如果自己不主动置身在一个上升的时代风浪当间 你再怎么努力也很容易会陷入 再怎么努力都很难以获得回报的困境 通管财富自由的第二个坎就是 你一定要极力的减少劳动时间 换言之你可以理解为 你得尽量的把自己变成甲方 但我相信看我的影片 不少观众是自由职业者 或者是想要辞职 先做自由业的人了 在个人创业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做乙方的 我自己以前也是 例如可能你会接一些剪辑啊 你会接一些设计啊之类的 而自由业或者是做副业的人呢 包括以前的我都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透过自己的时间完成一个作品 然后交付给甲方 然后从甲方那边获得收益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乙方的角度 给甲方爸爸接案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达到财富自由的话 那这个乙方的立场 你就迟早得想办法脱离出来 因为如果你是乙方的话 能够获得的收益很明显 能看得到天花板 例如我们现在以一个剪辑这个工作 大家都好懂的案例来解释一下吧 我自己的频道早期的时候 影片全都是我自己剪辑的 所以最基础的剪辑工作 我还是OK可以做 所以换做是我接剪辑案子的话 我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呢 完成一单 而一单可能会100美金左右 那尽管很努力把一个月的工作塞满 估计也最多赚1500美金左右 而如果想要脱离1500美金这个层次 继续往上走的话 即便你的工作效率很高 单纯靠这个模式很明显看到天花板 而如果靠这个方式的话 即便再怎么优秀 再怎么努力 再花光所有的试人时间 估计上限最多也只能赚2000美金左右吧 所以呢 这并不是一个最优化的选择 所以如果是我 换做是这个案例的话 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考虑 当自己的经验和资源都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我自己会组建剪辑的团队 然后留给自己的工作 就是只去对接客户 然后把实际的劳力工作 剪辑的任务交给团队的成员 而当你从劳动者 变成有能力链接资源的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收入就会成指数级的上升了 当然如果是我不仅我会像刚才那么做 同时我也会边接YouTube的剪辑案子 然后一边自己做频道 如果频道做起来了自己就彻底不需要再透过付出自己的劳动时间来变现了嘛 所以如果把非必需要自己完成的工作交给别人 减少自己的劳动时间 那就可以用剩下宝贵的时间去做一些能够复利 能够让你的收入 指数级增长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投资理财 就像开图所说的 如果一个人拥有50万美金的现金 年收益只有4%的情况之下 一年下来不用工作也可以获得2万美金的被动收入 分担下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1700美金左右 而如果这个收入搬去泰国这些比较低消费的地方生活的话 真的不用工作也已经能够过很滋润的生活了 但是如果你还嫌不够的话 那就尽管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兼职 再去赚一点零花钱 例如你可以去乡下务农 这个可能极端一点 但是我相信肯定有人向往这种生活 或者去做一个流浪的摄影师 甚至去做一个咖啡店员 就看你自己的人生理想了 而生活质量都会比大部分的上班族都要高 仅仅是因为每个月能够多出1700美金的被动收入 你的人生满意度都也足以被改变了 不过前提是 如果你在做一个非常有风险的实体行业 那就可能不一样 例如如果你有实体店雇佣着员工 并且不仅是否盈利都有巨大的固定成本 未来如果有一天像这次疫情一样再来一样的事情 你的事业可能就一瞬间被蒸发了 如果你的事业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 还有固定的周转成本的话 你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就会降低很多 所以回归到一开始的主题 就像我那样 我觉得如果你的目标只是财富自由当中的小有钱族吧 这样的话 无本金网络创业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就像之前这部影片其实也说过 你可以做YouTuber或者做其他的自媒体 做电商 学编程 成为设计师或者是剪辑师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而这些工作基本都不需要启动资金的 中间也没有太多的运营成本 而关于运营成本这件事 拿我的YouTube频道举一个例子 我这个YouTube频道早期的时候全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运营成本可以说是零 除了要花我的时间 现在不分外包出去 一个月的成本大概是六七百美金左右 但是单单广告收入 我可以获得四到五千美金的收入 所以如果是个人网路创业的话 可以的话那是尽量保持这种收支平衡 会让你减少很多的压力 其实呢很多人说起创业 大家都会立即想到就是雇佣员工 开公司拿投资 或者是开饭店 开工厂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么高风险的位置当中 就像我们YouTube或者我做电影商那样 在Google和YouTube这些给我们做给我们的平台上 或者是亚马逊这种平台当中 也就是其他公司做出来的平台 在这上面追求一些高效率的赚钱方式 例如你可以提高一下自己的内容输出能力 考虑一下能够裂变的商业模式等等 其实这样对于我们追求个人幸福 还有财富自由真的已经完全足够了 那我们总结一下 一般人到达财富自由之前 必须要度过的三道坎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个遭殃行业 第二个就是要尽力的减少你的劳动时间 而第三就是要学会投资理财 其实呢现在网路上已经有很多人 包括我也在免费的分享一些网路创业的方法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比起我当初学习的时候 完全没有资源靠自己摸索 现在的学情环境已经好很多了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六位数美金的收入很难 特别是你觉得现在的财务状况不是太好的时候 事实上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啊 我也觉得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当中 上班族能够年收超过六位数美金 已经是超级了不起的事情 当时我的领导都没有这个工资 基本上都是公司的高层人士才可以实现吧 但是如果是换做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人 包括一些我认识的其他领域的YouTuber 甚至是一些非YouTube平台 其他平台的自媒体朋友 其实年收入六位数美金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 一直在看我内容的观众应该也知道我有一个YouTube金牌课程 而刚好在这一周我就连续得到了三个好消息 例如小木同学他加入了我的YouTube课程之后呢 28天之内他就突破了1000订阅和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 可以开始赚广告费了 还有另外一名潘多拉同学 他也在此发布了两部影片之后 就突破了1000订阅 不仅是这两位同学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在网络创业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越来越成功 而具体的成绩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去课程的页面看一下 不过如果你想要免费的先学习的话 可以先去参加描述栏的70分钟的现实免费课程 里面有教你我具体走过的路以及具体的涨粉秘密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要说一下 这个频道是关于网络赚钱 网络创业的一些方法和教学等等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点开旁边小铃铛 而且一定要点开全部 并且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意思启发的话 记得点一个赞 同时这个YouTube频道 我一周只能一到两根 但是如果在我的Instagram的话 我会每天更新 每天都给你传输一些网络赚钱和网络创业 以及数位游民的一些生活细节方法等等等等 对了说一下 其实我现在在洛阳的少林寺的旁边练武功 练武功 其实是从上周开始 我又开始旅行了 我也不知道下期影片我会在哪里 这些呢 我会在我的Instagram 跟大家随时的update的 那我们过几天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